大家好,我這一個專案是Laraville Framework的繁體中文教學文件的翻譯 那首先先簡單的介紹一下我是誰,我是Rica 那我自己是在2014年的時候第一次接觸Laraville這個框架 那剛開始接觸的時候坦白說Laraville框架那時還並沒有很成熟 所以我並沒有很喜歡它,那後來就一段時間沒有使用它 但是在過一陣子之後大概在2018年左右的時候 因為工作的需求我重新接觸它 那這時候我發現它已經是一個很成熟的框架 然後也慢慢越來越喜歡它 那再來就是在用了一陣子之後 有幸接觸到Laraville Conference的一群好夥伴們 然後講了幾場演講之後 我在2019年的時候講了我第一場年會的演講 那時候是講的如何快速追蹤 還有2020年的時候講它的效能調效 那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什麼是Laraville呢 Laraville官網說這是一個PHP Framework for Web Artisans 首先它是一個PHP的 Framework PHP程式語的 Framework 再來是它是給網頁藝術家的 所以像剛剛我們前面有一些朋友提到各種網頁框架 那時候大家有提到可能會聽到一些效能啊 速度啊等等的issue 完全沒有Laraville就是沒有這些東西 它完全沒有在管的開發效能 它完全沒有在管它上線之後運作的效能 完全沒有在管桶上人數 它只有兩個優點就是開發非常快 然後還有它語法非常簡潔 就Laraville串接資料庫跟Laraville做網頁 也是我個人看到目前我看到最喜歡的做法 它真的是你用非常簡短的程式碼 然後非常快速的速度 你就可以快速的打開一個全新的網頁 然後快速的穿接資料庫 好 所以希望大家來一起推廣Laraville 那文件的部分呢 我放在我們已經有一個Laraville台灣的那個Github 那它的文件放在這裡面 那由於時間的關係翻譯文件我們從英文翻中文 那需要什麼技能我相信也不用多說 它也不需要任何程式的技能 所以如果想要聯繫的話就通通來找我 然後我們現場再討論就好 好 謝謝大家